其實這個好來看一下那SAMIF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那個SAMIF的概念 它插入函數假設我要算王慶祿這個老師 他到底在這一次有沒有參加研習 或者在下一次有沒有參加 那第一個讓我要找到那個SAMIF的函數 SAMIF函數這個這個OK 那當然你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我特別強調一個觀念就是 其實函數並不是要你去實際的啦 其實你主要是要了解到底怎麼用 它裡面有大概相關的底下有說明 其實我的習慣會先看一下 到底要給它幾個參數 Range Criteria Some Range 第一個Range我想應該是什麼 就是你要去判斷的那個範圍 就是說你要判斷什麼 判斷那個到底這個老師 其實應該是這個SAMIF的 就是2裡面那個老師裡面到底有沒有王慶祿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個應該是指的是 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條件有一個Criteria 實際上就是有沒有王慶祿老師 那如果有就把SAMIF的 SAMIF的Range 因為在這個訊息後裡面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老師一個欄位是時數 所以再把那個時數部分把它加融起來 那細節你可以看函數說明 裡面有更多的說明 我看確定 那麼來看Range 特別說Range意思指的是什麼 這個是在序則2裡面 在這堆老師裡面 特別說這個要給一個範圍 所以給這一堆老師 這麼多老師裡面 然後有沒有那個某個老師 那某個老師就是Criteria 所以特別主要選完之後 請你如果要切回到序則1的話 請記住喔 點選中間這個Criteria 它會回到剛剛我們序則1裡面 OK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我點了序則2 它會出現比較特殊的變化 因為我點了序則2有沒有 它為了要辨識是序則2裡面的這個範圍 所以它會在這個範圍的前面 多一個工作表名稱 再加上驚嘆號 特別主要 這個是如果跨工作表的話 一定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 會多一個所謂的工作表的名稱 放在前面 中間加上一個驚嘆號 表示說在這個工作表底下的這個範圍 要什麼呢 要有某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在點Criteria 有沒有王慶祿 也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有沒有王慶祿 有的話呢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它加起來 那加什麼東西呢 就是下面這個 sum range sum range指的是你要加總 加總的話是加總時數 所以請你再切回到這個序則2 裡面的研習時數 再把它選起來 OK OK 那也 特別主要 那如果說你要再切回去序則1的話 請記住 一律回到中間這個 Quartilla 點擊 又切回來了 OK 所以那個動作 因為三密符其實算是比較不好操作的 常常會切來切去 你又就會混亂掉 所以建議啦 反正你選完之後 一律回到中間 它又回來這裡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會出現0 所以其實在這個 擦入函數這個視窗 請各位務必啊 慢慢要習慣它 不用急著馬上按確定 先看一下細節 你會發現 這個範圍它會傳給你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陣列 然後在這個陣列裡面 幫你找一下 比對一下有沒有這個 有的話 就幫你找 幫你把那個 對應到的位置的 這個時數幫你加起來 如果沒有 那就跳過跳過跳過 如果都沒有那就連 OK 那不過呢 特別注意最後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呢 它只要有數字的地方 只要有列號的地方 它都會加1 所以記得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按F4 記得要鎖一下 那當然一樣 標準的做法 其實鎖列就好了 按兩下F4 然後這個地方也F4 再按兩下 其實按一下按兩下 結果是一樣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 以後慢慢要有養成好習慣 就是 鎖籃跟鎖列是不同的 OK 以前可能 以前你們在學習 或者看別人都是按F4 按F4 其實藍列都鎖 可是實際上這裡 我們只有向下填滿 只要鎖列就好了 OK 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結果就做出 王慶祿老師在入門班的 研習的研習時數 那如果其他老師的話 當然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它很快的 會把其他老師的研習時數 也通通加總起來了 但是這個加總的時數 我們只做完入門班的 就是去12 但是進階班的研習時數的話 還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當然你要想說 那如果你有很多個的話 跟下一個 我們剛剛的這個公式 跟下一個的差異 你會發現 實際上 有很多地方 其實可以不用重來的 當然理論上 你必須什麼 再加 加什麼 再加一次 剛剛做的 換成是序則3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 你在做一次之後 結果應該也是會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乾脆就直接拿它來修改 所以可以把這個公式Ctrl-C 然後呢 再做一個加號 去著3 貼上在這邊 那可是呢 貼上之後 因為我未來 如果是去著3 對不對 那它的那個參考到去著3 那勢必呢 我要把去著2改成3 有沒有 那就不用再做一遍了 第一個 去著2改成去著3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這個 本來到B16 那因為呢 少了兩個老師 所以扣掉 兩個老師 變成14 那這個也是14 OK 實際上這邊的話 大概修改了 你可以重做一遍 不過我覺得重做一遍 太浪費時間了 你不如怎麼樣 就再加 OK 兩個 那當然如果你有第三個工作表 你就再加 再加 再加 可是喔 實際上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的那個工作表數量太多的話 這樣其實不是辦法 所以你如果用函數 你也只能這樣做 除非說 如果你要用比較快的方法 那當然你也可能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大概就要撰寫程式了 OK喔 所以如果工作表數量太多了 頂多大概兩三個 大概就極限 再來多 可能你就要用一些 可能VBA的方法 不過這個已經超過我們 這個課程內容了 所以我是跟各位講一下 有這種方向可以做到 OK喔 那這邊最後再把它打勾喔 其實我剛剛是加號 然後再把前面的東西複製 貼過來 改成3 改成3 減兩個 減兩個 最後的話把它打勾一下 OK 那王慶祿老師還是沒參加 因為裡面都沒有 然後其他老師的話呢 向下填滿 放開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全部老師都都加滿了 不過這個方法雖然不是最好的 可是至少 以後你們在統計研習實數 或者統計什麼樣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也還算蠻快的 至少 如果你有好幾個 反正就繼續貼吧 貼貼貼貼貼貼 還是可以做得出來 方法原理原則差不多 至少比撰寫程式來的簡單 因為如果想到要撰寫程式 其實很多人 應該都會 這個 大部分還是會有恐懼感 OK喔 那最後當然喔 如果你要把這做出來 其實我旁邊還有做兩個按鈕 有沒有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 按下它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結果給做出來了 不知道它怎麼沒有work 我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要把程式先寫好 寫到這邊 寫的位置可能要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 OK喔 那我又把這個 這個好像是 這一段是寫錯 OK喔 那把程式貼到你的原型時數裡面 然後我這個程式喔 或是做按鈕的 我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然後這個是一個原型時數 對應到一個按鈕 那它一個sub sub 其實也是對應到這個按鈕 那當你按一下它 它會幫你執行完畢 OK 那基本上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 把它按下去 奇怪 真的不work 緣習時數 可能是不是選錯了 再把它選一下 那做完之後 應該按下去 喔有出來了 OK 當然 那這兩段程式喔 如果有興趣同學喔 可以在我那個雲端上 也有看到 這兩段 好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資料的保護喔 因為可能未來喔 還有一個狀況發生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資料喔 放在這邊 你擔心會有人篡改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寫實數很重要嘛 如果說你擔心人家 串改的話 你要把這個範圍保護 其他範圍不保護的話 那怎麼做喔 最後順便講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就按右鍵喔 看一下那個儲存格的格式 按右鍵儲存格的格式 那要保護的話 記得要把它鎖定 所以先選取這個範圍 把它鎖定 那第二個喔 有個同學問到就是說 老師那我有些公式喔 這個也是算我的智慧財產 因為我想了很久 終於想出來 當然我不希望讓人家看到公式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當然可以啊 你就是把它隱藏 所以鎖定是保護裡面的資料 不能修改 隱藏的話 是隱藏裡面的公式 不被看到 OK 那這個地方按確定之後 記得喔 先選取按右鍵儲存格式 那第二個的話 再來 現在還是沒有 這個功能還沒加進來 那怎麼加喔 特別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 教育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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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看到有個 所謂的保護工作表 所以你把它鎖定 再加上隱藏之後 再加上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這個時候呢 記得要輸入密碼 因為這個密碼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輸入密碼 以後人家知道說 從這邊就可以直接取消 就不用輸入密碼 那我所以我這邊輸入一個密碼 OK喔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它會要你再輸入一次 那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把這個密碼給記起來 因為下一次如果你忘記 也不會有人知道 那這個時候 我們來試一下 游標放上去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公式不見了 OK 第二個 如果有人要篡改的話 比如說 假設 這個 這個 篡改這個老師的成績的話 這個時數的話 它就輸入一個5好了 比如說它要改成5 ENTER5 這個時候有沒有 您嘗試變更的儲存格 或圖表受保護 所以 一定要輸入密碼 OK 然後 那假如說那個人 他不死心 他也知道說 在教育裡面 有個取 因為有保護 就會取消 那如果他要取消的話 當然如果剛剛呢 你沒有加密碼 他按一下取消 他就取消了 可是如果說 你有加密碼 那你就要填入密碼 假如它亂輸入好了 假如它隨便輸一個密碼 按確定 這時候 密碼不符 他還是不能改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不過呢 如果你是你自己的話 你要知道密碼是多少 所以這個地方 你自己在輸入密碼 可是呢 之前就有個同學 他真的也做了 但是他忘了密碼 跑來問我 我想說 我怎麼會知道你的密碼 對不對 不過 當然密碼忘記 可能他一個方法 可以取消保護 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Excel的檔案 如果你要取消密碼 你可以把它傳到那個Google 的雲端硬碟 讓它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那因為Google試算表 上面沒有這個功能 它就會把那個保護的機制 給取消掉了 蛤 那這樣是不是漏洞 也算是一個漏洞 但是這個是 也是另外一個同學跟我講的 就是 因為他一直忘記密碼 所以剛好有同學也試了這個方法 就是說 你把這個保護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存檔之後 然後呢 上傳到Google的雲端硬碟 記得在雲端硬碟裡面 要把它轉成Google的試算表形式 那轉換之後 因為它原來的格式 它有的它會幫你轉 但是沒有的 它就會把那個 比如說 保護的功能給取消掉了 那取消掉之後 你在下載 裡面的密碼 跟裡面的保護就會消失了 那 這樣就沒意義了 好 如果說它有保護 可是你又想要知道 它到底怎麼去做這個公式隱藏的話 你要 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這是一個方法 那至於說它是 這個當然就是說 至少有一招就對了 至於你要怎麼使用 那就看個人 你要把它用在正圖上面 它就是好的 如果把它用在去 因為有些 你會發現很多人就是給你檔案 但是它很多地方就隱藏起來 不給你看 那你如果想要看的話 有沒有 你覺得這個好棒 它怎麼做出來 怎麼這麼厲害 你可能看不到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就把它這樣 這個檔案儲存 然後開啟你的雲端 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應該 我前面特別想要 一定要好好學會 因為雲端硬碟 實在是太好用了 其實沒什麼費用問題 然後可以幫助你做很多事情 像我備份 也都備份上去 因為我雲端硬碟 Google又給我很多空間 目前的空間 我看一下 目前好像給我的一個空間 大概是這樣的空間 我空間是1.0TB 我只有用這樣子 OK 那我都免費的 都免費的 為什麼 因為我做了一件事情 其實我第一個 我是掀起導入者 額外獎勵 為什麼 因為我用它 已經用了它 應該有10年的時間了吧 然後它剛開始出現 我就覺得 這東西好 我就預見未來 應該大家都會使用 所以10年前 我就看準它 應該是有發展性 果不其然 第二個 這邊有一個1TB 免費的 那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我只有做一件事情 在地想導 其實我是在地想導 那什麼叫在地想導 很簡單 因為各位出門都會用Google地圖 手機那個Google地圖 那裡面有一個在地想導的活動 就是呢 你到一個地方 比如餐廳好不好吃 你可能會評論 五顆星最多 那這個到底幾顆星 你可以先打幾顆星 然後評論一下 寫一下 這一家餐廳到底 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趣 簡單就好了 或者你也沒有 沒有什麼 你就打兩個字 路過也可以 反正路 這樣的話它就給你3分 好像3分 2分忘記 然後呢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經過它外觀 外面你就拍個照 如果你有進去 你也拍個照 反正就是拍拍拍幾張照 拍三張照片 傳上去就2分 那這樣的分數 如果超過250分的話 就會升級到第四級 第四級它就免費給你1TB的雲端空間了 那我大概花不到一個月 我就升級了 我現在已經不只是第四級 我剛剛第五級了 已經500多分了 那我已經坐上癮了 所以回去馬上一定要照相 到時候現在已經養成習慣 到處會評論 所以你那個Google地圖裡面 如果你到很多景點 也有可能會看到 我 我的那個 那個 因為我到處都 反正到處 那個也不 也是話分享 因為我發現 很多地方 我都會先搜尋一下 這個餐廳 至少是不是4顆星以上 如果不是4顆星以上 我可能就不去了 更不要說3顆星以下 大家都說他很糟糕 你幹嘛進去 真的果不其然 很多地方真的 大家都說好的 去的大概都不會差異太大 這樣你可能要評論多一點的 大家都說他很棒很棒 那你就去 其實都還蠻好玩的 OK 像比如說像假日報要去哪裡 對不對 所以像 往宜蘭 人太多 往桃園 那哪裡好玩 有些農場 我去找一下 大概至少4顆星 它還蠻好玩 OK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 它有這個 可以增加你空間 我們剛剛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在裡面 新增一個資料夾 然後呢 把什麼 把剛剛有保護的那個 假設我保護過了 這個地方當然 我們剛剛這個檔案 假如儲存之後 儲存檔之後 那你記得就是 把這個檔案要上傳到雲端 解除破解的話 可能你需要做幾件事 一 檢查一下你的設定 齒輪 記得齒輪這邊 確定一下這個有沒有打勾 將以上傳的檔案有沒有 轉換成那個 Google的文字 就是要 這個打勾意思是 傳上去 如果你不打勾 它會保留原來 Excel的格式 不會幫你轉成 Google試算表 但是你打勾 它會幫你轉換 轉成Google的 那有轉跟沒轉 差別在哪裡 這個圖示 這個是轉的 這個是沒轉的 那如果你轉完之後 你比如說 你把那個剛剛的檔案 傳上去 傳上去非常簡單 就這樣拖拉有沒有 放開 它就丟上去了 丟上去之後 你大概 過個大概幾秒鐘吧 我們的檔案就上去了 那圖示齁 特別注意齁 如果你有轉換的話 它會長這樣子 如果沒有轉換是這樣子 差別在這裡 這個是原始的Excel 這個是轉換的 那剛剛有保護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在雲端上點它兩下 那上面的東西 我現在游標放上去 因為它Google試算表裡面 沒有保護的這個機制 所以你游標放上去 有沒有發現公司就出來了 保護也就沒有了 對不對齁 那如果說你要再把它 下載下來很簡單 在雲端上面有個檔案 有個下載格式 你可以把它下載成Excel 所以丟上去就轉一下 然後 下來的東西就是沒有保護的 所以這個地方 跟各位做個說明齁 那 其實有時候用習慣齁 Google試算表也不錯 有時候 就把資料全部放上去 乾脆全部在雲端上執行就好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 手機上也可以執行 手機上也可以開啟 同一個帳號都可以 那這樣我覺得 不一定在辦公室裡面 才可以開啟你需要的東西 好啦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齁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這部分 保護記得是 選起它 按右鍵 出称格式 那如果要取消的話齁 再把密碼打 記得按右鍵齁 這邊有一個 出称格式 保護齁 這個是保護 這個是隱藏公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齁 試一下 那如果要取消 就是如果你密碼忘記了 或者說剛好人家 給你的那個 資料齁 剛好你那個公式 覺得還蠻好 但是卻被隱藏的話 這個時候齁 其實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你就把那個檔案 丟到雲端上去齁 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它的保護全部就消失了 所以你說 這是不是一個漏洞 當然一定就是啦 可是 知道人也不多 OK齁 所以基本上 微軟 未來是不是應該 做一些些的改變 其實當然 大概有些必要性 不然的話 等於這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 脂肪菌脂 不防小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其實就可以很簡單的 也沒做任何事情 只是丟到 雲端硬碟上去 這個公式 也就 就整個取消了齁